先请问张蓝导演 你也是编剧嘛对不对 当时为什么会以这个1980年代 校园作为背景 拍摄这个《诗生琴》的故事呢 这个就是其实挺简单的 没有什么就是 非选择在那个年代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事儿挺好玩的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简单 特别有趣的 我觉得选择在那个年代 但是你要打造1980年代的氛围 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 很多故事 比方说 就是没有景啊 找不到景 那个我们这电影刚放出了 完了的时候 我第一个是请方向导演看了一次 请方导演看完之后 就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哪找的景 因为他也刚拍方导演 一直四处找这些老景 然后我说我们搭的 全是四处拼的 这一次很多的人事物 感觉非常的真实 是不是很多是取材 是真人真事呢 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 是的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系的监制 余谦老师包括 他也是男主演嘛 对 他的亲姨 就是一位老师 其实我们很多的故事都是在他亲姨的身上 来取决 梁婉秋老师 对 梁婉秋老师 就是唐亲姨 被相称耽误的影帝 余谦老师 是的 是的 是是是是 好有意思 然后再花了多久时间创作剧本 呃这个剧本前后经历了大概不到两年时间吧 是 也是打扮了很长时间 但卓妍有很多戏剧在调调的 也恭喜完成了这个这么好的票房 这么好的剧作 继续合作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的开幕片 老师 好 谢谢两位老师